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了解一下老杨是防叉 少少二维码 谢谢大家理解 谢谢大家支持 好了我们谈谈西安 谈论西安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也做了几期节目 但是不谈不行 有很多极端的评论 我觉得呢 不尽公义 但是有些文章 达到了七寸 这是王明远的文章 我的理解是 官僚主义害死人 西安封城的危机 提出了一个 现在改不了的政治面积 能不能解决 市场和民主的办法 是人们应对社会危机 效率最高 代价最小的办法 市场经济 充分监督的责任型政府 是克服危机的最好的保障 但从西安这次的防疫时间 来看 西安现有了治理体制 显然还不是 这是王明远先制的 府城门六号院 写的文章 也主要观点 这文章呢 是这么的 谈得比较大 西安封城危机 背后的政治学 经济学的问题 我觉得在众多的 评论文章里面 王明远的分析 不仅止于批评 他是试图从经济学 政治学的角度 查找问题的真结 提出了 目前西安模式 潜在的巨大的政治风险 他直接了当几次出 西安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大家关心的 有没有人写日记的问题 而是这种社会危机 处理方式 本身已经蕴含了 巨大的潜在风险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这文章从封城之初说起 提的一个问题很简单 在物流那么滑达 各个省市 对周边的支持之下 为什么西安人民 吃不上饭 吃不上菜呢 原因很简单 这是由于最严厉的封城令 城市市场供应体系 被暂时冻结所致 那就是市民的日常供给 马上一夜之间回归到 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 所有的人 由街道分配 社区分配食物 配给制的缺点 一下就暴露出来 这配给制第一 效率低 速度慢 很多人就吃不上菜 第二 不能够把供给和需求 之间有效的匹配 西安其实菜品 供很丰富 但是分到每家每户的手上 不知自己是需要的 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 以物异物方式的解决 我看了一个小视频 一个老人家收到了一堆菜 居然还跪下来 像得罪在磕头 谢恩 这什么时代 还玩这个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西安封城三四天后 就出现了食品的绝对性短缺 和结构性短缺 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深刻教训是说 如果消灭了市场 只会导致生产力急剧的滑坡 物质供应的溃乏 即便是精确的大数据运算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 何况西安的数据大数据垮了 当机 一个社会突然取消了商品交易 计划配置制度 没有完全完善起来 毫无例外 就发生大面积的饥荒 苏联暂时共产主义时期 70年代 波尔布特的柬埔寨 就发生过这样的惨剧 这样的惨剧就还很多 王明远很痛心的说了一句话 我们刚刚告别基景 没有多久 万万不能走从前的老路 在这篇文章王明远指出 王明远指出 尽管西安疫情紧迫 但没有完全 就他完全没有必要 采取这么严厉的社会垄断 暂停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 这种做法其实把抗疫期间 社会运转的一些责任和压力 全部让政府承担 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 有限管理者的政府 根本就没有能力 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 去完成承担 他从来没有承担过的任务 其实向上海学习 甚至向武汉学习 政府只要做到小区封闭 就可以控制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流 在公共卫生学上讲 这个控制力度 已经基本遏制病毒的扩散 同时尽量的允许 可以通过外卖方式 运营的商业继续营运 武汉上海广州海滨就这么做 只要做到快递人员的 全面核酸检测和 以居民的零接触 就可以规避疫情传播的风险 很简单的道理 这叫科学防控 同时又利用市场的手段 解决封城期间民众的需求 这三赢 减少商家的损失 满足民众的需求 减轻政府的负担 为什么 要大包大揽 放在政府的身上 一下子把整个社会 打回到石器石袋 所以很多时候 为了预防危机所付出的代价 远远大于危机 有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当然都是事后诸葛亮 但是西安的领导们 没有这个意思 至少 西安抗议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这个社会被网格化 碎片化 既说长安唐代 也是这么管理的 这个模式 很迅速的 把整个社会原来所富有的 种种机能都上市殆尽 叫个体原子化 处于每个人都处于 无助的状态 政府的服务之能 又没有办法 把社会各个角落 实际全覆盖 一似乎 社会运转 就处于随时可以失控 高风险的状况 自己造成的 证明有一句话 二十四级很多惨剧 都是这样发生的 当然这种模式 可以作为短期抗议 应急秩序 但绝对不是整个社会 可以承受的 常态化的模式 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 很多国家的人民 宁可忍受疫情带来风险 而不会被过度限制 自由的原因 不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做不到 要大包打了 当然 王明远很尖锐地指出 西安封城 更突出一个问题 就是官僚主义之下 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失灵 完全失灵 比如说 一个孕妇 没有核酸证明 就不能就医 最后导致大出血流产 比如说 某个心脏病人 被各种医院拒收 拖延八个小时 不止身亡 比如说小区失火 大门紧闭 消防员之后 欢墙寄留员 比如说 实行市区清零目标 把重灾区 西安航空学院的 转移到安康 比如说 一马通 当机崩溃 不冷心 做更多的批评 但是重复一下 苏联著名文学家 哥罗斯曼写的 《生存里命运》 这部小说 深刻揭露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各种僵化的 官僚主义问题 打成这个样子 还有僵化了 官僚主义问题 老革命家的女儿 也尼亚 到古比雪夫上户口 这个城市 明明是一条 以他父亲命名的街道 但是官僚们 只认图章 非要让他证明 你的父亲是你父亲 所以搞了半天 也尼亚 费尽周则 也没有把他下户口 斯大林格勒 有一个步兵牌 被德军包围了 陷入饥饿 空军奉命准备 用降落伞空投食品 但是空军的军需处 拒绝发放食品 原因是发货单上 没有领货人的牵制 西安 近期刚发生的奇温怪事 完全相似 以此乎我们在接下一个机会 分享一下官僚主义的特征 官僚主义有几个特征 王明远的归纳 第一 只对上级命令 红头文件负责 不会根据任何实际情况 有变通 他提的不是中国 提还是卫国战争 卫国战争时期 苏军的指挥官 机械执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只要是若是和大本营没有让撤退 就不退 导致很多时候就是让战士去送死 战争开始最初的半年 有三百八十万苏联的军队 被德军俘虏 最惨重的是基辅保卫战 六十六万人被俘 是人类战争史上 被俘军队最多的战役 而这三分之二的俘虏 在战俘营都被折磨自食 只信上帝 只信红头一件 其他的不管 没有盖章不行 第二 每个官僚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惜以灵为祸 王明远说 在内蒙古某个城市 已经见识过这样的懒症 北京疫情爆发 检查站看到我是北京来的 那我进城隔离 接受核酸检测 但表示说 你立刻给我离开这里 就到不属于他们管的地方 就不必要隔离 不必要做核酸检测 他说这典型的各管一方的 官僚主义揽政行为 不适宜解决问题为导向 而是别在我的地盘出事就行 武汉封城 我记得戈壁的荷兰 还有什么地方 把整个公路堵起来 这也是另外一种 以林为和的做法 第三 只珍惜自己头上的乌砂帽 不管大小 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比如说 抗日战争期间 长沙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湖南的国民政府的官员 机械地 或者说令左夫右的 环市左山分地 执行了国民政府的交土 抗战的政策 日军都没有攻占 长沙就开始不由分缩的焚成 导致城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筑被烧毁 三万多人被烧死 后来把那个警备司令 拐替给毙了 再比如说 历史上很多饥荒 不是由于国家整体粮食产量降低 而是地方官为了邀功 拼命加大 增粮力度 发生激情的时候 又不让人家出去逃荒要饭 避免把饥荒的消息透露出去 一时发现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 他没有说由于国家 这说了就是荷兰还有很多地方 为什么 王民也归纳 这是官僚队伍一直极为自私的 卸垃揽政的行为 那怎么对户呢 他说习总书记已经提出了一个路径 这次新年致死 再次提到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 L洞队 毛泽东说这条心路 解决着问题的心路 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的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懈怠 松懈 只有人能起来负责 财富人亡正习 近代以来 底层人民的政治斗争 归根到底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政权 人民权利受到尊重 政府权利被有效监督的体制 王民也的归纳 这句话很重要 市场和民主的方式 能使人们应对社会危机效率最高 代价最小的办法 市场经济 和受到充分监督的责任型的政府 是克服危机的最好保障 他还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各国政府的表现 认为 在这次人类社会 这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中 奉行市场和民主原则的国家 损失是最低的 比如说英国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 介入时间最长 作战范围最广的国家 从欧洲大陆到北非到亚洲 英国在二战时候 是跟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主力 所以有的地方表现不怎么样 战争期间 英国动用的本土和海外领土 589万兵力 最终是阵亡38.3万 其中英国本土的士兵 26.4万的代价 他打赢了战争 二战期间 英国本土的居民死亡 也只有6.7万 本土居民总死亡人数 不超过34万 死亡率在欧洲主要参战国 是最低的 为什么 英国依赖民间市场化的商队 成功的实现了 敦克尔克大撤退 还保障了英文三岛在战争中的供应 而其他非民主国家 无论是作为战胜国的苏联 还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 损失都远远大于英国 他们的牺牲都是千万级别 中国也是 西安封城中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 就是对今天中国各个地方的应急体制的一个警钟 想一想 这种体制 在太平盛世中应对一个不是很致命的疫情 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情况 试想一下 如果在战争或者非常情况之下 那些围城中的人道主义灾难 可能将重现 而且可能更多 好了 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社会治理能力本来就应该随之提高 不然的话 那些人类历史的悲剧远远没有离开 这不是什么威言耸听 如果说这次西安的封城 把它长相主义 大规模外敌入侵 突然袭击 还是如此这般的话 那不由死 苏联的官僚主义 在斯大林哥的战役期间的表现 变得重现 周琦仁毕竟还是宽容 他提醒大家注意 2019年党的19届四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 文件因因在耳 没成想 一直行的光机又回去了 因此他特别的苦口婆心的强调 只有在遵循市场和民主的原则填地下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发挥 中国模式的优势 如果真的有中国模式的话 不然的话这样的模式 怎么去领导世界 怎么去解决世界难题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虽然和家转类的全部公式 已经想要了解最难的 我现在还可以说